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名人语录,这是一个陪您一起成长,聆听智慧语录的频道,卖出自己成长步伐的频道,喜欢的朋友,请要记得订阅频道,点赞或分享,同时打开小铃铛,及时关注最新名人语录。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英国音乐家约翰·温斯顿·列农的经典语录,生活就是发生在你当你忙于制定其他计划时的事情,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谁你是,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爱是答案,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时间你浪费了,但你的灵魂还在等待。 你可以说我是个梦想家,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我们都是一部分,而且我们都是一个整体,一起变得更强大。 做你自己,其他人已经有人在做了,生活是你所做的规划之外的事情,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艺术作品。 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先改变你自己。 没有什么是你可以拥有的,比爱更重要的。 和平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目标,和平本身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式。 不要害怕做出改变,因为你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事物。 梦想是现实的预告。 你不在乎我相信什么,只要你不要限制我相信什么。 幸福是你内心的决定,而不是外在的情况。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但我们都有不同的梦想。 给和平一个机会。 真正的爱是不断成长和发展的。 你不能把爱拿走,只能给它。 生活是我们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忙于制定其他计划时。 如果你相信爱,你就会相信奇迹。 你无法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 不要让过去的阴影遮挡了你未来的阳光。 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和平和善良。 在黑暗中点燃一盏小小的灯,让世界变得更亮。 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最终的真理。 真正的改变从内心开始,然后才能影响到外界。 不要害怕去追求你的梦想,即使道路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待他人时要有同情心和善意,因为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战斗中奋斗。 我们没有控制全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生活中的每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它能够激励我们去追求更好的未来。 勇敢地追寻你内心的声音,即使它与常规不同。 相信自己,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 不要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真实和独特性。 生活是一次旅程,享受旅程中的每一个瞬间。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关爱和关心他人。 爱是唯一能够战胜仇恨的力量。 没有爱,生活就毫无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英雄, 只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你抱怨时, 你已经放弃了改变的机会。 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 爱是唯一能够跨越时空的力量。 我们都是孩子, 只是在不同的身体里。 真正的爱是无私的, 他不求回报。 对待他人时要带着善意,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 别人正在经历什么。 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声音。 和平并不是指在战争的间隙出现, 它是一种内心的状态。 用艺术和音乐来传播爱与和平的信息。 相信自己的直觉, 它会指引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对待他人时要有包容和理解, 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爱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尽的潜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相信自己的价值, 不要让他人的评判左右你的内心。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关爱和关心他人。 爱是一种行动, 需要我们付诸世界。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和互动。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宝贵的存在, 值得受到尊重和关爱。 改变世界的最有效方式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用音乐传递希望和激励, 让人们团结起来。 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和平和宽容。 不要让恐惧阻止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爱是一种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去爱, 去宽恕和去理解。 相信自己的直觉, 它会指引你走向正确的道路。 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身份和爱好。 我们的差异使我们更丰富多彩, 让我们共同欢庆这多样性。 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不要害怕追求自己独特的梦想, 即使道路崎岖不平。 爱是唯一能够战胜黑暗和仇恨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积极的变化, 无论规模大小。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关注和培养我们的人类关系。 真正的和平从内心开始, 然后才能传播到我们的社会。 相信自己的梦想, 勇敢地追求并实现它们。 爱是生活的动力, 它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对待他人时要有同情心和善意, 因为我们都在与自己的战斗中奋斗。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充满爱、和平的心。